BOM暴動又開始了 每四年一次 只要是總統大選 就一定會有暴動 照道理說應該是 明年才開始啊 怎麼今年提早了呢 紐約 芝加哥 洛杉磯 這些大城市 又開始零元購 又開始打砸搶 年輕人半夜不睡覺 到處搶商店 為什麼 還有 為什麼我們要在意 根據左派的說法 這應該只是 年輕人發洩的管道啊 Desentis自從川普 被紐約不公益的 被起訴之後 我對他的應對方式 真的是失望透頂 不過他上個星期 上了一個節目 講了一個觀點 是所有保守派的人 還有共和黨未來的候選人 都應該持有的觀點 這一點非常的重要 所以大家請至少看到那個地方 而且幫他鼓勵鼓勵 各位玩過那種 聯誼時候玩那種 男男女女曖昧的遊戲嗎 什麼用嘴巴傳布克牌啊 搞一根牙籤 然後傳橡皮筋一樣的遊戲嗎 我玩過在大學 還有結婚前 最愛搞的就是那樣子的遊戲 但是如果今天這樣的遊戲 出現在學校裡面 出現在中學 國中裡面的話 各位會是如何感想 這還是無傷大雅嗎 這還是只是玩玩嗎 華盛頓一間中學 就在玩這個遊戲 而且是學生跟老師 還有學校的員工 一起跟國中的小女孩玩 如果你是家長的話 你應該怎麼看這個事情 今天來好好討論一下 這個無傷大雅的遊戲 這個頻道的訂閱人數 大概有13000多人 但是真正每次看 大概1000到2000人 每個月固定支持我們的人數 目前有93個人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每一個月都在經濟危機當中 都是靠著神的恩典 所以在我們開始之前 請你去我們的網站 loveainews.com 或直接到下面參加我們Coffee的會員 直接的來支持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這個頻道是100% 由你這樣的觀眾支持的 我們需要自己的媒體 需要真正的使用聖經的角度 來看現在發生的事情 我們看新聞 不是只看自己爽的 而是要真正付出行動的 付出努力來維護我們的家園 維護我們的價值觀 加入我們的會員之後 就可以參加到我們Discord聊天室 裡面100%都是跟你一樣 志同道合的人 不然他們就不會來支持我們的事工 抵抗左派文化的侵蝕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付出 而且一起抵抗 請幫我們按讚留言分享這個影片 當這個新聞頻道的後盾 讓我們一點一滴的翻轉這個時代 從自己的家庭開始 建立基督的價值觀 在我們的社會裡面 我是Ethan 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大家應該都還記得2020的暴動吧 美國各大城市因為George Floyd的案件 全部起義了 憤怒的民眾 年輕人 BOM 站上了大街 打砸搶 暴動 到各大商店裡面 隨便拿Nike的球鞋 2020結束後 變成了就是小型的 四五個人在加州這個地方的商場 林圓購 沒有什麼重大的案件發生吧 應該不會有吧 RONG YOU ARE 這個是芝加哥在4月18號的晚上 不得好吃 自由孩子 館 獨夜 对我们在说整个BLM再起不是一个夸张的形容 就是2020的暴动再起了 但是并不是的 因为民主党跟主流媒体告诉我们说 这些暴动是有原因的 对不对 Andrew Cuomo 跟我们讲说这些是示威游行 他们说谁说抗议示威一定要是和平的 对不对 左派说这一切都是合理的 因为这些人非常的气馁 就跟刚商案的新芝加哥市长说的一样 就是因为这个城市没有给这些年轻人机会 我们的副总统建立了一个保释基金 保这些暴徒出来 他们说这一切没有法治的原因 都只是一个反应而已 跟当时这个香港反送中一样 大部分的人都是和平 那那些烧书滩的暴徒呢 那些是因为真的忍无可忍了 对不对 当时我还被说就是Ethan 那你支持共产党吗 你不是基督徒吗 你在支持中共吗 我之前已经解释过了 不管怎么样 当时他们你可以说就是暴动是有原因的 对不对 都是因为美国的总统是川普 而且他是种族歧视才会变成这个样子 不过现在已经过了三年了 你们的总统已经掌权了三年了 然后现在的暴动是为了什么 那现在的这些什么的这个社会正义被侵犯的事情有发生吗 还是因为是我很无知 我没有看新闻 然后我错过了什么吗 当然不是 这些暴动从开始到现在 其实一点原因都没有 没有任何真正的原因跟解决的方案 一直以来都只是一群没能力 没自信 受害者心态的左派 试图随便找一个机会到大街上 抢他们想要的东西而已 一直以来都只是一个放纵自己 玩乐吧 让肾上腺素带你过一个疯狂的晚上吧 这样子的情况而已 就只是一群年轻人被政府洗脑到认为说 放纵自己是个好事 在做自己而已 会发生这样的原因是因为 警察跟当地的政府 都没有在做他们应该做的工作 这整个原因其实就是删除警察经费的后果 每个警察都不能执法 做什么事情都绑手绑脚的 花时间在写报告上面 比在外面抓犯人的时间多好几倍 就算好不容易出去抓了犯人回来了 马上就被检察官放出来了 就算被起诉 也马上会被我们的副总统保释出来 他们会觉得 那我们就出来吃甜甜圈就好啦 例如我们的城市洛杉矶 这一切都被检察官放出来了 这一切都被检察官放出来了 这个报道说的非常好 警察没办法介入 因为暴徒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这些左派的城市 知道警察经费被砍了 然后他们不在乎也不会在乎犯罪 芝加哥去年在Laurie Life的掌控下 通过了一个法案 就是警察不可以徒步的去追捕犯人 也就是说警察如果要抓人的话 只能在警车上 不能下车 只能劝勉那些犯罪中的罪犯 良心发现 认罪悔改 自己跑警察车上面 让警察上手铐 那如果你是罪犯的话 你会怎么做 警察都只能目送你走到小巷子里面了 OK 罪犯干嘛要尊重法律 因为任何的法律都没有任何执行能力 当罪犯不惧怕法律 不惧怕后果 那当然结果就是 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会有任何的代价 民主党掌控的城市 全部都在崩溃当中 因为他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一个城市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 刚刚放的两个影片 只是民主党创造出来的完美良善 平等的法律下面的结果而已 而当我们每次把这些证据拿出来的时候 不管我们把这些完美的结果展现出来多少次 民主党的城市还是会选择活在这个幻想里面 你可以去问问你身边的人 你可以去问问你教会里的人 很多人都还是认为说 这些都是因为福利政策不足的原因 因为那些年轻人贫穷 没有机会 而且没有政府的帮忙 你身边一定有人很讨厌川普 现在左派最常做的事情 就觉得川普是个神经病 哈哈哈哈 川普好傻哦 嘿嘿嘿嘿嘿嘿嘿 既然说大城市里面动不动的就有好几百个小偷在那边偷冰箱 川普怎么这么笨啊 起人忧天诶 冰箱这么重 小偷会去偷吗 大惊小怪诶 你们这些川普支持者 很多的人认为说这些东西都没有在发生 认为说我们在夸大 认为川普在刻意制造冲突 但是这些其实都是事实 很多的人对于保守派跟共和党是充满仇恨的 让他们没办法看到现在其实在发生的事情 没办法看到我们所有东西全部都是真的在发生的事实 我们并没有在夸张 并没有在刻意制造对于左派的仇恨 我们就是看到这些大量的打闸枪 搬大箱子 上百个小偷盗贼一起行动 绝大多数的人在洛杉矶的人还觉得说 一切很正常啊 公立学校很好啊 就算我们已经跟他们说 Arcadia High 刻意隐瞒父母 导致小孩性别错乱 握鬼自杀 吸毒所就在你的城市里面 学校里面的男厕所 都有免费的卫生棉条跟卫生棉 但是大家还是认为一切安好 绝对没有事情 这些事情一定不会发生在自己家的身上 我们在批评左派的时候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要来检讨自己 如何不要犯跟他们同样的错误 而不是自我感觉良好 认为自己是个圣人 我们对于良善 对于正义 对于智慧 对于生命 是永远不可以满足的 我们要知道就是 堕落的开始 其实就是我们觉得说 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很好了 这句话我常拿来开玩笑的说 神说进入天堂的路很窄 但是我看到我身边的人 甚至教会 我觉得我进天堂的几率 好像还蛮高的 这句话永远只能拿来开玩笑 而且其实也没有说很好笑 所以说不要跟我一样拿来开玩笑 我们永远不可以自满 打个比方 佛州有个法案 被左派称为 Don't Say Gay Bill 就是禁止同性恋的法案 当然这不是真的 整个法案里面 没有讲到同性恋这个词 所以保守派就开始帮忙辩护 说这只是一个在说 小学三年级之前 不可以有变性的性教育 然后帮这个法案 取了一个新的名字 叫做 Wait till 8 Bill OK 等到8岁再搞变性法案 好像蛮合理的 对不对 又不是不让你变性 只是等一下 等到8岁 对不对 我们不能满足 更不能妥协 我在这里不是批评 Ron DeSantis 他当下的确是做了一个 当时他有能力做的事情的 一个法案 但是就只是这样吗 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吗 我们对抗变性主义的目标吗 只是三年级就像四年级 这么的肤浅吗 这么的弱智吗 这个样子叫做保守派 好勇敢 不妥协了吗 变性人就是个错误 变性人就是不存在的 这是一个心理疾病 根本就不可以在学校教才对 教这个对于孩子的未来一点帮助都没有 是一个完全虚假 完全错误的人类学 我们抵抗不能只在四年级就停下来 所有的保守派都不应该满足 我们要去攻击这个样子的议题 我们不可以妥协 不能因为这是佛州州长立下来的东西 他共和党 他保守派 对不对 全美国全世界的父母 只要有半点良知 就一定应该跟我们站在一起才对 但是 QResearch上面说 67%的人认为性别是固定的 不可以改变 这个数字过半哦 这样就足够了吗 No 有33%的美国成人 搞不清楚性别是什么 现在我们还掌握多数 再过几年 如果我们不断妥协的话 这个事情 这个事实 男女这个事实 就会被民主了哦 所以Ron DeSantis最新的访问 我觉得他这次做的很棒 他扩展了整个法案 从幼稚园一直到高中毕业 K to 12 都不可以在公立学校 要灌输这些变性的洗脑一程 这是他上了Bennie Johnson的节目的片段 这些事实在是 它们是拥挤赛的赛兴 责赛的赛兴 责赛的赛兴 沒錯 就是這個樣子 我知道現在反對他的人很多 覺得他背叛川普總統 然後還要選總統還是怎樣的 我在這邊也不是在叫大家投票給他 或是怎樣 只是他在做的事實 而且在做正義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要給他正當的鼓勵 任何人想要當美國總統 或是想要參與公職 最重要的就是這一句話 變性人的議程不是一個幾歲可以變性的議題 不是在說七歲可以打激素 還是八歲可以打激素 變性人這個東西 要不然就是完全的事實 要不然就是完全的虛假 有些東西是可以妥協的 例如像說兩個人在一起 你們如果要一起報稅 或是你是同性戀 然後你想要跟同性戀住在一起 政治上面也會有很多灰色地帶 對不對 例如像說移民 什麼樣的人可以移民 然後怎麼樣的人可以當美國人 當美國人要有什麼樣的資格 然後移民政策方面 美國一年是可以發100萬張綠卡 還是1000萬張綠卡 美國人應該要付30%的稅 還是要付10%的稅 什麼的 這些政府運作的東西是可以討論的 但是卻有很多東西是不可以有灰色地帶的 很多東西要不然就是完全的事實 要不然就是完全的虛假 因為他們是彼此對立的 就像我們對於同婚的看法 就是同性戀如果你們想要在一起 是你們的自由 你們想要有這個共同財產權的名號 想要可以一起報稅 想要一起有這個共同的人權 是OK的 但是你們在一起不能叫做婚姻 因為不可以破壞婚姻的神聖性 變性人的議題也是這個樣子 如果我們的社會有任何人允許 而且認可變性人是真的存在的 不管是幾歲不管是誰 我們的社會允許某些男人 有權利去女人的廁所或者更衣室 那麼女性的廁所跟更衣室 就會從此消失 女人的權利就會被剝奪 就會消失 我講更衣室跟廁所 是因為這是大家比較好理解的 但是這包含了所有女人的權利 只要我們有一點點變性人的權利 給任何一個人 我們就徹底的摧毀女人的定義 所以很多東西不能適中就好 沒有誰對誰錯 就像聖經裡面 所羅門跟兩個妓女的判決一樣 把嬰兒切一半 對誰都沒有任何的幫助 我們的社會是要建立在事實跟真理之上 還是在虛假跟混亂之中 不可以有任何的妥協 任何的妥協都會是破口 人最容易有破口的地方 最容易跌倒的地方 就是奸淫 就是放縱 奸淫是最容易出現的破口 因為很有趣 充滿刺激 而且很舒服 而且絕對不可能自己完成 就是你不會是唯一的一個壞人 華盛頓州的一間國中舉辦了一個比賽吧 這個比賽不只是學生對上學生 或者是職員對上職員 還包括了學生跟職員在一起 那這個比賽就是 他們會把鮮奶油 wip cream塗在玻璃上面 玻璃的兩側 然後他們會 就是看著對方 然後隔著玻璃互填 這個還是剪接過的齁 事實上就是有一堆人排著長長的隊 然後舔著前面的人舔過的地方 一個接著一個 Yeah 這樣東西是正常的嗎 這只是小孩在學校玩嗎 對不對 這只是Ethan在大驚小怪嗎 這樣的遊戲是 該讓國中生的男男女女 包括老師 應該一起玩的遊戲嗎 那這個遊戲證明了兩點 第一個就是COVID OK 新冠肺炎真的不是疫情了 現在還戴著口罩的人 還在害怕的人 真的是活在恐懼當中啊 對不對 我們現在可以見面了 現在如果還待在家裡 然後怕疫情不去教會的人 現在沒有任何的理由了 對不對 現在我們可以一起在那邊舔玻璃了 而且一個一個換 對不對 你一舔完了之後 該老師舔 老師舔完了之後 該學生舔 水乳交融啊 對不對 現在安全啦 我們擊敗了新冠肺炎 Good job human 那第二個值得我們討論的就是 在什麼樣的社會 我們應該要接受 這個樣子的東西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我來告訴各位 這個樣子的活動 應該存在在哪一些場合 就是那種大學生的那種派對 或是成人的那種聯誼會 一堆邝男怨女 在那個地方害羞的一起玩一些 開放的炒熱氣氛的遊戲 我也去過那種派對 OK 大家就在那個地方 上啊來嘛 有什麼好害羞的 大家都成人啊 都長大嘛 對不對 在那樣的場合 一堆大學生在那邊 求偶的情況下 才應該有這個樣子的遊戲 那這個是他們追求幸福的自由 大家都玩過大家都搞過什麼什麼真心話大冒險 或是婚禮的時候整新郎跟新娘那種愚蠢的遊戲 那樣的遊戲在那個樣子的場合下是合理的 我不是在這邊鼓勵大家去玩這種遊戲 我只在說我了解 那我在這裡說的就是 這樣的遊戲絕對不應該在一個中學裡面玩 這其實是我們這整個保守派群體 怎麼樣看待變裝皇后這個議題的觀點 就是如果今天變裝皇后是一個三更半夜 在紅燈區裡面一條暗巷的某個酒吧裡面 然後有個什麼變裝皇后的表演 然後一群很奇怪的成人去那邊看 然後要給看身份證要付門票 一個很奇怪的表演 我是可以理解的 我不是在推崇那樣的東西 也不認為說這個是我們社會應該要接納的生活方式 但是我可以了解 但是如果說你把這個害羞的內容 或者是活動放在這個社會的中心 那這樣的活動不是在暗巷裡面了 你把它們放在電視上 公園裡面圖書館裡面放在國中放在小學 這樣就變成一個非常糟糕的東西了 我不知道各位小時候的成長環境 我還記得我小時候的時候 我小時候看電視的時候 當時台灣電視好像才剛解嚴 就有什麼那個趙自強的那個水果奶奶 楊凡的那個楊婆婆 還有董志成的那個董月花 當時全校都在看全校都在討論 然後我爸那時候就告訴我說 你看這些變態幹什麼 這些神經病是你應該看的嗎 當時我好像是小學 我就記在心裡了 這大概是我爸在我的人生當中少有的正面影響吧 總之就像天主教那些中古世紀的 哥德式的這個教堂一樣 他們會把很多什麼惡魔啊 怪物啊 放在那些東西放在教堂的邊邊角落 就連在他們的聖經上面 就是都會有那些東西的圖案 那他們的邏輯就是 罪惡到處都是到處都存在 但是必須在角落最不起眼的地方 那些東西很明顯 而且會在教會的四周 會想要到教會的中心裡面去 如果有一天我們失去了炎跟光 那麼那些東西 就變成了我們教會的中心 或是我們社會中心的時候 就是我們的社會 或者是我們的教會崩潰的時候 我們隨時都要檢視 我們的中心到底是什麼 我建議每個家長都去看自己的小孩 自己的學校 看有沒有那樣的事情發生 你在玩這種社會當中無傷大牙的遊戲 邪惡到處都是 我們永遠都無法徹底的刪除邪惡 刪除罪 他們隨時都在四周等著要吞噬我們 但是我們有最強大的武器 就是神 就是耶穌 就是福音 當我們每一次報導新聞的時候 我們在反對什麼東西的時候 我們要想的是 我們在反對什麼 還有我們為什麼要反對 我們反對打砸搶 反對BOM零原購 反對社會暴力的時候 是為了什麼 只是因為我們支持川普 只是因為我們支持共和黨 只是因為政治 我們反對變性人 反對墮胎 反對同婚 是為了什麼 只是因為我們覺得那些東西很噁心 還是我們就應該有權力 來去制止那樣的東西嗎 如果我們的出發點是為了黨 為了政治 或是為了我們自己的利益 或者是只是我們自己覺得很噁心的話 那麼我們就非常容易支持暴政 非常危險 當有一個人 政治人物 願意依照我們的價值觀 來去壓迫其他的思想的時候 我們就非常容易變成一個支持大政府的左派 我們的思想如果不是透過聖經的智慧 我們追求如果不是神的公義 我們的做法如果不是透過耶穌的愛的話 那麼我們很有可能就會把我們這些認為 無傷大雅的東西放到社會上面來敬拜 這個有什麼大不了的對不對 就如這樣的遊戲 我高中的時候 大學的時候出社會都玩過耶 而且還跟同事一起玩耶對不對 這是個建立團隊默契啊 對不對 是在建立團體感情啊 是一個在創造難忘的青春啊 對不對 而忘記了就是那個是個學校 學校是要來學習對自己有益的東西 是要來學習建造人榮耀神的地方 不是用來搞曖昧搞男女關係 讓這些變態的小遊戲建立友誼的地方 很多人非常認同基督教 基督教的律法基督教的社會觀 基督教的價值觀 但是他們不是基督徒 他們認為說對就是因為基督教的關係 所以說美國才會這麼有公義 但是這不代表什麼啊 這只代表說基督教是各個不同宗教裡面 最合理的一個宗教 OK 大家應該要學習基督教的生活方式 但是你說 有沒有他們說這個神 那個耶穌有沒有死而復生 這個的話 看個人就好 說真的 沒有神的話 聖經的律法我一個都做不來 而且什麼保守派 什麼聖經 聖結 什麼道德 如果沒有神的話 一切都只是參考用而已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些影片 為什麼有勇氣來做一個 連教會都不敢做的頻道 討論連基督徒 連牧師都裝傻的內容 就是因為神是真的 而且我們只要有神 我們就一點懼怕都沒有 我們會反對這些東西 我們會抵制這些東西 不是因為我們很神聖 我們很善良 而是因為神很神聖 神很善良 而且神很愛我們 所以我們也愛神 我們憎恨神憎恨的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e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